您好,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小猫杰西》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因为你,我爱上这个世界》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十万字 我会用大约二十八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述书中的精髓 《小猫杰西》与男孩洛肯之间的真挚情感 帮助洛肯战胜了疾病,改变了一生 2004年,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导盲拳小Q》的电影 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Q是一条有着拉不拉多血统的狗 由于它出色的素质,出生不久就被选为了导盲犬 由于小Q太小,所以先被放到了仁景夫妇家里 培养一下和人类的感情 仁景夫妇对小Q非常的疼爱 但是一年以后,训练营开车来接小Q了 他不得不与仁景夫妇分别 小Q用纯洁的眼睛从车后窗 望着离得越来越远的人景夫妇 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仁景夫妇不要自己了呢 经过训练营的刻苦训练 小Q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导盲犬 他开始为他的第一个主人杜鞭先生服务 杜鞭先生是一个固执的人 天生不喜欢狗 但经过与小Q相处的一点一滴呢 慢慢的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久杜鞭先生病倒 只能住在医院里 他艰难的挥手与小Q道别 小Q依然用纯洁的眼睛望着他 他多希望自己的主人快点好起来呀 三年后 杜鞭先生来训练营看小Q 想让小Q再次为自己领一次路 这之后杜鞭先生就去世了 追到会上 小Q静静地望着观中的杜鞭先生沉默不语 在训练营度过随后的七年以后呢 小Q又回到养父母仁景夫妇家 小Q患了白血病 在人景夫妇的陪伴下过完十二岁生日后 玩着玩着就踩空台阶 倒下了 影片没有哗众取宠的桥段 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就像是一部纪录片一样 平平淡淡 但小Q的忠诚 善良可爱 却不经意间击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让这部电影成为了一颗重磅催泪弹 轰动当时的亚洲影坛 真挚的感情才能直击人心 我们喜欢小动物 有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蒙蒙的外表 天真的同趣 更多的时候呢 是因为在相互陪伴的过程中 倾注了太多的情感 让动物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今天为大家解读的这本小猫节西啊 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真实感人故事 小主人洛肯是一个患有选择性肩默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孩子 深受疾病困扰的洛肯在陌生人面前一言不发 理解别人的话只能理解表面意思 不会倾诉爱 不会表达爱 妈妈珍妮为了她的病坚持不懈地寻求各方面的指导和解决方法 最终在一只叫做杰西的小猫的帮助下 洛肯放下戒备 敞开心扉 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 小猫节西的作者珍妮迪伦 婚前呢 是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医院的助产室 他是三个男孩 亚当 卢克和洛肯的妈妈 其中两个儿子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这本书呢 是他深情讲述的 关于他的小儿子洛肯 在病症困扰下的成长经历 以及小猫节西 对洛肯的帮助所创造的奇迹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 接下来呀 我用三个内容 来为您归纳一下书中的重点 第一个内容是 活泼可爱的男孩洛肯 被怀疑患了一种罕见的病症 选择性肩默症 第二个内容是 小猫节西的爱和陪伴 让洛肯慢慢地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倾诉 第三个内容是 洛肯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和选择性肩默症 战胜疾病的道路是漫长 但却充满希望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活泼可爱的男孩洛肯 患了一种罕见的病症 选择性肩默症 珍妮在生下大儿子亚当之后 成为了一名单身妈妈 她经过训练成为了一名助产士 后来她在工作的医院 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医生大卫 亚当十四岁的时候 他们生下了二儿子卢克 卢克三岁的时候 洛肯出生了 因为大卫拥有爱尔兰血统 所以珍妮给小儿子 起了一个爱尔兰的名字 洛肯意思是烈火勇士 洛肯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婴儿 只是比较爱哭 哭起来声音特别大 尤其是晚上 洛肯很难入睡 从来没有睡过整晚的觉 有时半夜醒过来 还会大声的尖叫 洛肯很聪明 他很早就学会了说话 两岁的时候 基本就达到了他哥哥三岁的水平 洛肯也很可爱 白天带他出去的时候 大人们总是忍不住望着他微笑 但是如果有人想和他说话 他就会把自己藏起来 但这并没有引起珍妮的注意 孩子小的时候 可能都比较害羞吧 随着洛肯慢慢长大 珍妮越来越发现洛肯的与众不同 比如他晚上还是不能整夜睡觉 也不能独立入睡 在很大的时候 还需要爸爸来陪睡 他喜欢小猴子 会把很多猴子摆在床的旁边 说这样他就不会害怕了 当妈妈问他害怕什么的时候 他又回答不出来 他在家里是一个很外向 很爱说话的小孩 但在陌生人面前 却一句话也不说 反而会歇斯底里的尖叫个不停 洛肯不喜欢别人拥抱他 亲吻他 接触他 对他来说呀 任何爱的表示都不会得到回应 比如妈妈对他说 我爱你 他不会有任何反应 当别人痛苦或者不高兴的时候 他也不会表达同情 有一次珍妮从楼梯上摔下来 哥哥卢克立刻跑过去 问妈妈怎么样 可是洛肯仍然待在原地 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察觉 还有洛肯在理解别人说的话的时候 只会按照表面的意思来理解 在我们的日常谈话中 会用到大量的比喻和夸张 但洛肯呢 就会信以为真 比如妈妈要是说 这个袋子太重了 我的胳膊都快要掉下来了 洛肯就会当真以为 妈妈的胳膊快掉了 他是这么理解别人的话的 所以他对别人也是这样简单直接的说话方式 洛肯三岁的时候 他的哥哥亚当最终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症 阿斯伯格综合症同自闭症一样 都是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的疾病 但他又不同于自闭症 区别在于阿斯伯格综合症没有明显的智能障碍 但在这之前 这个孩子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 却没有人发现 珍妮特别的自责 而这个时候呢 洛肯开始上幼儿园了 让珍妮担心的日子也开始了 每次送洛肯上学 他都会哭叫不断 声音大的直冲云霄 如果强行将他留在学校呢 他就会拒绝脱掉帽子和外套 连手套也不让摘 珍妮和老师想了很多的办法 终于让洛肯慢慢适应 愿意上学了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他不肯说话 而且当他紧张或者是担心的时候呢 脸上就会露出一种神经质的微笑 因为有了哥哥亚当的前车之鉴 珍妮觉得他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和一般怕羞的孩子相比 洛肯的情况明显严重的多 他和洛肯的老师说 洛肯不会得了选择性肩默症吧 珍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冲口而出这句话 可能因为亚当的病 他以前读过类似的文章吧 为了洛肯不再受哥哥受过的苦痛 能够早日采取防范措施 他更加认真的钻研相关的资料 那么什么是选择性肩默症呢 顾名思义 就是患者在有些场合说话 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某些场合却说不出话 选择性肩默症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闭症 它是一种由于精神障碍所产生的疾病 与智力和神经系统发育都没有关系 据研究大约有千分之六的儿童患有这种病症 和一般自闭症的比例相差无几 但这种病因为有时候说话正常 所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很少有医生做过这方面的培训和治疗 有些医生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种病 也许有人会说在陌生人面前不说话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想想吧 如果在幼儿园的时候完全不说话 那无论是受了伤 还是想去尿尿 或是有任何别的需求 他都不会说 他还会经常微笑 别人都以为他很好 但实际上这也是焦虑的一种表现 比如在抽血的时候 或者去看牙医的时候 人们经常就会被他的笑脸骗了 以为他根本不害怕 其实那是真的很害怕的样子 所有的研究文章都表明 尽早治疗对这种病非常关键 珍妮到语言障碍矫症中心 对洛肯进行了初步测试 结果表明洛肯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 专家们甚至说 等他什么时候想开口的时候 他必然会开口吧 在珍妮的一再坚持下 语言专家给幼儿园制定了一套方案 叫做打破障碍 但是这位专家并没有实际的经验 他所做的方案 是否可以真的帮到洛肯 还有待验证 好了 以上的就是今天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内容 活泼可爱的男孩洛肯 被怀疑患了一种罕见的病症 选择性肩默症 小男孩洛肯聪明漂亮 活泼可爱 表面看起来和别的孩子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实际上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陌生人面前说不出话 比如经常神经质的微笑 比如不能理解别人话语中的深层意思 而这些都是选择性肩默症的表现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小猫杰西的爱和陪伴 让洛肯慢慢的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倾诉 在珍妮和幼儿园老师的共同努力下 洛肯到幼儿园毕业的时候 已经可以和他不认识的人交谈了 这个时候的他看起来和正常的孩子 没有什么区别 珍妮以为他真的已经打破障碍 痊愈了 语言矫正专家们也给洛肯下了 已经确认治愈的诊断 暑期过后 洛肯开始上小学了 这个学校和洛肯的幼儿园 在一个校园里 只是换了不同的教室而已 尽管如此 专家们还是警告珍妮 洛肯可能会有退步的表现 果不其然 开学对洛肯的影响非常大 他又开始什么都不说了 他功课很好 作业也很棒 但是在老师提问的时候 只会点头或者摇头 学校针对洛肯的情况 也为他做了一对一的学校额外行动计划 洛肯的父亲大卫 也找到了一位自闭症领域的专家 安东尼先生对洛肯进行诊断和治疗 安东尼不认为洛肯患有自闭症 但不排除在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范畴 洛肯的很多行为都符合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症状 早在亚当小时候 珍妮就养了一只猫福洛 福洛是亚当童年的伙伴 当福洛死后呢 珍妮想再养一只猫来替代他的位置 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准备 他选了一只可爱的博曼猫 他全身长着奶白色的绒毛 脸上却有一圈黑色的毛 一双美丽的蓝眼睛特别的迷人 这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 一到家就把孩子们迷住了 洛肯更是表现出对他的极度喜欢 从一见到这只小猫 他的脸上就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这只小猫和洛肯是如此的合拍 和以前的老猫福洛相比 这只小猫更喜欢热闹 所以洛肯的好动和大喊大叫 他都觉得很有意思 不管洛肯走到哪里 小猫就跟到哪里 洛肯有许多特别喜欢的玩具 其中有一个叫做杰西 是他爱看的动画片中一只猫的名字 所以给小猫起名的时候 珍妮就给他也起名叫杰西 洛肯很高兴 因为小猫居然和他最喜欢的玩具同名 洛肯对杰西非常的温柔 他对家里的另一只宠物狗莉莉 就是纯粹的男孩式的蹂躏和折磨 但对杰西连说话的语气都是温和的 即使他捣乱 踢翻他的玩具 他也顶多说一句 别闹了杰西 洛肯很情绪化 有时候高兴的唱起歌来 有时候又会大声的哭闹 不管哪一种 他的声音总是很大 这个时候小狗莉莉就会躲得远远的 但杰西就会一直陪着他 当然他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 但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洛肯 珍妮慢慢发现 洛肯和杰西之间远超过了一般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杰西会长期待在洛肯的卧室里 睡在洛肯崭新的被子里 洛肯以前睡觉的时候 会用小猴子将自己围起来 而增加安全感 而现在呢 他会把自己和杰西一起围在里面 洛肯做任何事情都要带着杰西 不管杰西听不听得懂 洛肯都会和他聊天 比如在学校学了什么等等 什么都和他说 只要杰西喵喵地叫上几声 洛肯就心满意足了 每当洛肯放学回来 杰西都会高兴地到门口迎接他 洛肯不喜欢别人接触他 但杰西就可以 如果杰西和小狗莉莉追着玩 洛肯也总是提醒莉莉 别让他伤着杰西 一天珍妮在客厅看报纸 洛肯和杰西在地板上玩 然后珍妮忽然听到了一句 从来没有从洛肯嘴里说出过来的话 他说 杰西猫 我爱你 珍妮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三个字 他从来没有听到洛肯对他说过 尽管这一次仍然不是对他说的 但是这三个字仿佛有魔法一般 让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他由衷地为洛肯感到高兴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一个人必须要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无动于衷地将什么都埋在心底 这才是正常的 才是健康的 洛肯和杰西之间的一点一滴 让珍妮这个母亲心中充满了感激 有一天珍妮无意中在网站上看到了一个专门保护猫的组织 正在举办大赛 寻找那些对主人有很大帮助的猫 珍妮立刻就想到了洛肯和杰西 杰西对洛肯的选择性揭末症有着多大的帮助啊 珍妮报名参加了比赛 最终杰西获得了最棒朋友奖和年度猫咪奖 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珍妮和洛肯参加了颁奖典礼 参加了电视台的采访 洛肯都比较配合 甚至在全班三十多名同学面前 洛肯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 内容就是关于令他骄傲的小猫杰西的 杰西帮助洛肯找到了自信 教会了他如何拥抱和亲吻 对杰西的爱让他战胜了在陌生人面前说话的障碍 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突破呀 好了 这就是今天与您分享的第二部分内容 小猫杰西的爱和陪伴 让洛肯慢慢的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倾诉 妈妈珍妮为洛肯养了一只小猫杰西 洛肯特别喜欢他 在每天的相互陪伴中 与杰西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感情 因为杰西 洛肯慢慢的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表达情感 获得了慰藉和自信 并且迈出了在陌生人面前公开说话的第一步 好了 上面为您讲述的呢 就是第二个内容 小猫杰西的爱和陪伴 让洛肯慢慢的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倾诉 咱们接下来呢 说第三个 洛肯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和选择性肩默症 战胜疾病的道路是漫长 但却充满希望的 一直以来 妈妈珍妮从来没有放弃寻求对洛肯的诊断和治疗 她觉得最起码要得到一张诊断证明 能够让洛肯凭着这张证明 得到一种适合她的特殊教育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被看作是一个正常人 而实际上 却在忍受着一种别人看不到的痛苦 后来她又找到了 儿童与青少年脑健康中心 对洛肯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诊断之后 最终得到官方确认 洛肯的确也像她的哥哥一样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同时还有选择性肩默症 如果说在获得正式诊断之前 珍妮还存有一份侥幸 那么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痛苦了 她清楚地知道哥哥亚当 曾经面对过如何严峻的问题 承受过怎样痛苦的挣扎 医生建议在上中学之前 就让洛肯知道自己的病情 所以珍妮一直在找合适的机会 和洛肯谈这个问题 她想告诉洛肯其实有很多的名人 比如说比尔盖茨 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 都患有这种病症 亚当还送给了洛肯一本书 书名叫 《所有的猫咪都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出乎珍妮的预料 洛肯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病情 亚当给他的书 让他从猫咪的角度更了解了这种病症 他认为他和杰西是一样的 这也让他和杰西的感情更加亲密了 那么到底如何治疗洛肯的病呢 珍妮想找到更多的资料和建议 想让洛肯在上中学之前 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 最后他想到了大儿子亚当 于是让他写下当初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珍妮没有想到亚当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 上面详细记录了他遇到的每一件痛苦的事情 并根据他的经历对洛肯的老师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能让洛肯的生活更容易些 比如给洛肯的指示要明白清楚 到底是写一个大纲 还是写一个段落 或者是一篇文章 总之 不要以为别人让他做的事情 他一定都会明白 实际上他很容易糊涂 读着亚当经历的这些痛苦和挫折 珍妮的心都要碎了 同时他也感到非常震惊 亚当经历痛苦的时刻 他每一天都在旁边 不但他自己 而且也从来没有老师和别的任何人 向他反映过亚当的问题 他们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他 让这些痛苦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他 却并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是的 患有选择性肩默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孩子 看起来好像和常人无异 很多人会以为他们只是有点害羞 有点倔强不爱说话所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很多孩子像亚当一样到了十几岁才被确诊 还有的孩子像洛肯一样虽然得到了诊断 但是却获得不了专业人员的帮助 没有人比珍妮更清楚 如果没有帮助将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情况 绝不能再让这些事情在洛肯身上重演了 尽管这个时候的洛肯在学校已经可以说出话来 但到了不太熟悉的场所呢 他还是会一言不发 这还是在小学这个熟悉的环境 等到了中学的新环境里 他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珍妮经常在网络上浏览 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会写邮件或者打电话过去 希望能够寻求到最好的帮助和解决方法 他还把对洛肯的担心像写日记一样 都贴在了他的脸书上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珍妮的脸书 关注到了洛肯 其中有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建议珍妮除了寄希望于建立一所特殊教育机构之外 也可以先建立一个自己的辅助组织 帮助像洛肯这样的孩子 珍妮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他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出通知 准备召集第一次会议 这个行为也受到了国会议员 当地医员以及心脏和心智慈善中心主管等人的支持 会议如期召开了 出乎意料 来了很多的家长 连椅子都不够用了 患有这种病的孩子 从洛肯这个年龄到十几岁的都有 所有的故事都很相似 孩子们都在自己的病症中挣扎 得不到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有些更大一些的孩子 甚至到了退学的边缘 珍妮的帮助组织正式成立了 有例行的会议 会定期发邮件给那些有病的孩子和支持他们的家庭 安排了一系列的培训计划 包括让很多像亚当这样 有经历 有经验的孩子也参与其中 珍妮觉得能够帮助那些患病的家庭 鼓舞他们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不但是帮助孩子 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帮助自己 洛肯的状况越来越好了 最近学校排演一个小话剧 安排洛肯在里面扮演一个古罗马士兵 演出之前 洛肯反复的背诵台词 已经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 但是珍妮还是提心吊胆 心神不宁 她不知道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 洛肯会表现的如何呢 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轮到洛肯上台了 只见他张开嘴 清晰而准确的 在全校师生面前说出了他的台词 声音红亮动听 眼泪再次从珍妮的眼角流下来 洛肯太棒了 对他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知道洛肯情况的家长们 都走过来祝贺珍妮 校长和同学们 在听到洛肯大声说话的时候 也都惊讶的目瞪口呆 珍妮忍着眼泪微笑着 脑海中浮现出洛肯和杰西的点点滴滴 她发自内心的感谢小猫杰西 如果没有她 就没有洛肯的今天 如果没有她 珍妮也根本不敢做今天 这样美好的梦呢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内容 洛肯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和选择性肩默症 战胜疾病的道路是漫长 但却充满希望的 说到为了治疗洛肯的病 珍妮就像一个战士一样 从来就没有放弃和退缩过 而是想尽办法 从各个方面寻求的解决方法 最终 在小猫杰西 专家医生和老师家人的共同努力下 洛肯的病有了飞跃的进步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像洛肯一样的孩子 还有很多很多 为了他们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和指导 珍妮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前行 成立了针对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帮助组织 为帮助洛肯 以及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努力将永远不会停止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 活泼可爱的男孩洛肯 被怀疑患了一种罕见的病症 选择性肩默症 说到小男孩洛肯 聪明漂亮 活泼可爱 表面看起来和别的孩子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实际上呢 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陌生人面前说不出话 比如经常神经质的微笑 比如不能理解别人话语中的深层意思 而这些呢 都是选择性肩默症的表现 其次我们说到 小猫节悉的爱和陪伴 让洛肯慢慢的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倾诉 说到妈妈珍妮 为洛肯养了一只小猫 杰西 洛肯特别喜欢它 在每天的相互陪伴中 与杰西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感情 因为杰西 洛肯慢慢的打开了心扉 学会了表达情感 获得了慰藉和自信 并迈出了在陌生人面前 公开说话的第一步 最后我们说到了 洛肯被确诊患有 阿斯伯格综合症 和选择性肩默症 战胜疾病的道路是漫长 但却充满希望的 说到为了治疗洛肯的病 珍妮就像一个战士一样 从来没有放弃和退缩过 而是想尽办法 从各个方面寻求着解决方法 最终在小猫杰西 专家医生和老师家人的 共同努力下 洛肯的病有了飞跃的进步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像洛肯一样的孩子 还有很多很多 为了他们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和指导呢 珍妮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前行 成立了针对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辅助组织 为帮助洛肯 以及和他一样的孩子们的努力 将永远不会停止 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最初往往是因为他们可爱的外表 而喜欢上他们 却没有发觉对于我们的爱 他们会给予更多的回报 他们能帮助人们建立自信 帮助人们治愈疾病 帮助人们排解忧郁和孤独 在这种真挚的陪伴和帮助下 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一生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